中国迎来防疫政策松绑以后 第一个元旦 尽管许多地区笼罩在疫情阴影当中 但这一些大城市 包括了武汉 北京和上海 多条大街和景区 都出现大批出游的民众 受访者表示 疫情之后应该出门走走 三年疫情给我们带来了 就是这种没有办法出来玩 然后也没有出去旅游的这种限制 现在这种解封了之后 然后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 也不用再去扫健康码 也不用再验一些健康码什么的行程码 所以说自由了 因为我之前是阳过了 所以说阳的时候没怎么出门 基本上是大概有快两三周都没有出门 然后正好赶上元旦节假日 我就想在北京城里面转一下 看一些这些 看感受一下过节的氛围 经历三年的新冠肺炎疫情 中国多座城市的元旦跨年活动 和元旦日这一天 都有大批民众出行 一些人受访时表示 担心群聚会导致染疫 或是再次的感染 但是大家都出来了 所以决定外出感染节日起息 一些民众表示 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和朋友见面 这个元旦令他们感觉熟悉的生活回来了 再次复杂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